服裝畫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於色彩很繽紛 然後一點四季春夏秋冬有不同的材質 然後那我覺得在畫一件漂亮的服裝的時候 你自己就要把自己當成一個設計師 你自己就把你的櫃打開 試試看你想穿什麼衣服 就把它畫進這個設計稿裡頭 那畫的時候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素材 其實我覺得服裝畫就像很多顧料裡面 它其實不要被設限 你手上有什麼都可以 譬如說我手上OK有個指甲油 我可以拿來畫在指巴上 當作是一個純粒的感覺 譬如說我手上剛好有一個已經過期了 但是可能用不到 但是覺得顏色還是很漂亮的腮紅 那我就可以把它畫在我的模特兒身上 然後變成它的腮紅的一部分 那譬如說我想要畫比較看起來比較硬 比較俐落的 那我就可以用麥克筆來表現一些 例如說皮革的感覺啦 譬如說想要表現出皮草的感覺 那如果我想要很輕柔 那我就可以透過這個粉彩 輕輕柔柔的隨意的抹一下 讓顏色可以很簡單的可以放上去 然後結線一個橙色 那當然你說到現在實在有很多色尖筆啦 水晶色尖筆 那是最基本的小色方式 當我不知道用什麼素材的時候 那就拿色線筆出來 然後搭配一點點的水晶色尖筆 那就可以依然出很多不同的橙色 所以我覺得 服裝畫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當我在創作的時候 所有你看得到的素材 都可以拿來玩玩看 不要被色線了 這就是化服裝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化服裝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跟風格大部分的計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